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的话也是一个汽车零件 它是一个汽车保险杠 那么对于汽车保险杠来说 产品的壁厚一般都是分布比较均匀 而且是属于薄壁厚 壁厚在三个毫米左右 所以的话我们仍然采用了中性面网格来进行模特分析 首先先将模型导入 导入的格式选择STP 注意在这边模型的类型选择几何 而不是有限模型 这个的话要注意 感谢观看 模型导入以后 我们来检查来看一下 我们看到产品 这些区域 有一些小圆角 还有一些小的一些特征 里面的小圆角比较多 那么这些小圆角的话 可能会对我们产生的中性面有影响 所以的话我们最好是 先在CD-DOCT里面把这圆角给去掉 先在STP文档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这些小圆角的小圆角 我们再来看看 因为这个模型比较大,所以导入到CD-Doctor里的时间比较长 自动修复了以后,还有一些小的错误,我们手工来修复一下 谢谢大家 然后切换到简方下面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看到有100多个小圆角 然后全部删除就可以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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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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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恩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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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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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 感恩 感恩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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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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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恩